为什么不管是什么武术,一到比赛,就容易变成王八拳一上去才发现,练了几十年的东西,屁用不顶,直接猛了,但也不能站在那里让人打死啊,情急之下,王八拳就出来了。 我国散打教练梅慧智曾经说过,我国传统功夫上,擂台实战和散打实战,不论练什么拳的,最终都变成王八拳,窝心脚,道理也很简单,真正实战,乃至小流氓街上斗殴,意图是打倒对方,所以任何搏斗的根本意图,是最有效的击倒,这就决定了,无论哪个国家的无数,一到实战都会差不多,一招制敌,直接有效。 灭结打垮对方,梅慧智说的很有意思,举个很简单的比如,对方鞭腿踢你,三手队员会一手割打,一手反击,传统功夫太极拳可不这样,他要先做一个匀手,动作是美观,但不实用,你还没做完动作,对方早就踢到你了,别的,有的拳种讲究什么螺旋力,三角力,每种都有几十种用法,说什么可以将人转着打飞, 实际上根本就不可能,我们同他们沟通时,也就一个照面就分出了输赢,用的就是一个简单的赢机,没有什么神秘的,现在功夫的种类有很多,传统功夫多,是以练套路为主。 但散打,自在搏击等,则是以操练实战搏斗为主,可以明确告诉你,你说的练功夫一到竞赛,就变成王八拳,应该是指那些练各大门派的套路的。 你说的这种现象,在康隆武林,大会上是很常见的,这个武林大会,也使得很多国人对传统功夫大跌眼镜,失望至极。 但是,这种现象并不能代表我国功夫的悉数,我国功夫中仍是有能打的,别的不多说,练反打和自在搏击的,竞赛中都是适当有水准的,很少见到有使用王八拳的。 那么,练这些功夫的,在现实中打架会怎样样呢?假如他们面临的是普通人,那么总体而言他们的优势会十分显着,一般来说一打一很轻松,一打多迎面也很大,为什么呢? 因为人家偏偏练啊,力量、技巧、体能都比普通人高出一大截,搏斗精力也丰厚的多,怎样能补占优势呢? 别说是练散打和自在搏击的了,就是练套路的,除非太笨的,否则打普通人也比较轻松,别看他们在竞赛时不咋地,但练跟不练仍是不一样的,王八拳是人的天性反应,是练全练到最高境界,不就是要把功夫招式练成天性反应吗? 从这一点来说,传统功夫现已走在了世界前列,中华功夫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珍宝,我国功夫起源于战役,能打是毫无疑问的,中华功夫之所以会沦落到今天,满是那些不学武术,华众取宠,打着武术的旗号招摇撞骗的假武士们造成的, 就像雷雷大师,在交锋中脚步轻浮,门户大开,面临对方的攻击毫无还手之力,那像是练过功的人,中华功夫的操练,是一项十分单调,需要长期吃苦操练才能有所成的功夫,而且但凡武功有所成的人,都以武德为重,并不会随意对人炫耀,更不会随意找人交锋打架, 希望有时之势,能将中华武术发扬光大,千万别让这颗中华文化的珍宝逐步凋谢,那将是中华民族的重大损失,依上图片与文章均来源于网络,如有侵权请联系小编删除